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答应过我毕业请我和爸爸妈妈去旅行 你的护照就快到期 当然要更换了 是 不过我们没有预约 而且照片也没有拍 跟我来吧 由这部申请证件服务站 申请和更换护照轻而易举了 看我示范吧 只要你是合资格人士 便可以透过入境事务处 总部 或各个分区办事处的申请证件服务站 申请和更换护照 首先放置身份证 然后进行指纹识别 都没有带照片 怎么申请啊 自拍就可以了 不是吧 不是用手机 是用这部机 让我教你拍好照片的提示 第一 站队位置 放松肩膀 对准镜头 闭上嘴巴微微笑 不是自拍啊 不要将脸部斜侧 抬高 下望这样子 记得穿着深色有领的衣服 不要挡住眼睛和眼眉 要清晰显示到面容特征 戴眼镜的尤其要注意啊 妹妹 你快点化个浓妆 这样就更美了 淡妆才对 按照语音指示便可以拍到照片了 即将拍摄三张照片以公选择 请正面面向镜头 每一次会拍三张照片 如果觉得照片不够好 还可以多拍一次 在三张照片里面选一张最美的便可以了 选好之后便确认 诶 有一部扫描器 是啊 不想现场拍照的话 还可以带自己满意的证件照片来扫描 真够方便快捷的 到我了 我准备好了 帅不帅啊 待我先输入个人资料 然后付款吧 只要几个简单步骤 接着便付费 再拿收据 OK 到你了 新一代电子护照 同心同游新体验